我对崔雲万说的话 在路德FC上咱俩慢慢的成长上来吧 你今天丢了路德FC的脸了 我会拿我的拳头打爆你的下巴的 崔雲万等着 我对麦蒂末也有很多话想跟他说 我上回跟八人墙的时候 我意外输给了崔雲万 我明年会参加这个八人墙 会打动你的麦蒂末等着 秘方的话就是我打了路德FC这个比赛以后 我就慢慢的在这个比赛上成长起来了 然后不管是每场比赛打的时候 我是特别兴奋 特别认真对着每个对手 饿了呀 给我买100支烧鸡 我一晚上给你灭掉 比赛 我想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